7月16日,龚俊的工作室注销了,很多人觉得奇怪,这个工作室可是龚俊100%持股的,这个时候注销,有什么生意吗?说起龚俊工作室,真的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,现在明星排场很大,动不动就几十人,可是龚俊的工作室,在没有走红之前,工作室加上他自己,一共四个人,但是别小看这四个人,龚俊的事业,就是这几个人打偏下来的,不过如今情况不一样了,龚俊不是18线小透明了,一步伤和令,让龚俊成了一线巨星,工作室也需要升级一下了。 注销工作室,第一个是为了减少税费,第二个为了扩大规模,如今,正是龚俊的事业上升期,他不能单打独斗,需要让自己的工作室更配得上自己的人气,想必是要大展拳脚,哪家公司还没个调整呢?龚俊名下有两家公司,工作室一直以来经营的是上海旭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正常注销的只是上海龚俊文化传媒工作室,并没有什么特殊变动,龚俊是准备调整一下自己的业务,大家不用担心了,祝福龚俊事业越来越好。 字幕装文化传媒会经营长 trosal一下 不了